说到中东最开放的王室,约旦王室必须有一个名字,这个世俗的二元君主立宪制国家是中东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罕见地方,从上一代老国王侯赛因到这一代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他们都接受了西方教育和传统信仰的培养,两代国王都能文武,骑摩托车开飞机跳伞也没什么问题。 与中东王室的其他女性成员不同,约旦王室的女性常年隐藏在男性身后,他们参加公开活动,履行公共义务,现任国王的妻子,难民出身的职场精英女性,约旦现任女王拉尼亚,这一次想跟大家谈谈另一位非常强大的女性成员,老国王侯赛因的第四任妻子,出生在美国,在叙利亚黎巴嫩血统,普利斯顿大学毕业的努尔女王,Noor of Jordan,哈拉比出生在美国长大, 与阿拉伯血统混在一起,也许她也没想到有一天她会改变信仰,放弃名字,嫁给一个老寡妇,当然,虽然她是一个老寡妇,但她比任何年轻人都有吸引力。 2021年,约旦王室上演了宫廷斗争,前往楚哈姆扎,侯赛因批评王室而被软禁,哈姆扎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是同父一母的兄弟,他们的父亲是约旦老国王侯赛因,而哈姆扎的母亲是努尔,侯赛因, 被称为约旦最美丽的女王,努尔,侯赛因于1951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美国家庭,27岁时,她嫁给了比自己大16岁并结过三次婚的国王侯赛因,21年后,国王去世了,她的儿子哈姆扎被废除了王楚的身份,现在她陷入了王室的斗争中,努尔女王的过去充满了传奇, 1951年出生于阿拉伯美国家庭的努尔女王丽莎哈拉比,她的祖父是黎巴嫩叙利亚移民,曾担任过石油经理,并开过地毯店,父亲是阿拉伯人,母亲是美国人,丽莎作为欧亚混旋,面容美丽,家境富裕, 她的父亲是海军的世家飞行员,曾任泛美世界航空公司董事长,并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联邦航空局管理部门的领导人,然而,父亲性格苛刻,难以相处,父母最终离婚,丽莎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这种成长环境造就了丽莎独立的性格,丽莎家庭条件优越,从小就接受美国精英教育,1969年毕业于马省私立高中,进入普林斯顿大学, 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女学生,丽莎上大学时,正处于美国女权运动的高峰期,她参加了学校第一支女子兵队,丽莎在学校也很有名, 她的大学同学马乔里·庚格勒·史密斯曾经说过,即使你不认识丽莎,你也会知道她的存在,每个人都会注意到她,丽莎作为美国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女孩,充满了美国的活力和好奇心, 她时尚大胆,追求时尚,热爱嬉皮式乐队,经常参加各种音乐节,穿着年轻时尚,有时是高端名人,有时是休闲时尚, 1974年,丽莎获得城市规划与建筑学位,毕业后前往澳大利亚,从事城市建设与设计,六日战争,后,她开始关注中东,对中东文化感兴趣, 她随机接受了一家英国建筑公司的邀请,在伊朗德黑兰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应约旦航空公司的邀请, 在约旦首都安曼工作,负责当地机场的规划和建设,并在这个城市安顿下来,在此期间,27岁的丽莎遇到了比自己大16岁,经历过三次婚姻的寡妇侯赛英国王, 两人在国王的热情追求下坠入爱河,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荣誉退休教授,约旦国王传记的作者阿维, 施莱姆评论奴儿女王,她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聪明和美丽,侯赛英国王着迷她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侯赛英的追求也让丽莎感到困扰,她在2003年的《自传信仰》的飞跃写道, 我不否认,成为她的第四任妻子或任何人的第四任妻子都让我感到困扰, 但最终,在侯赛英求婚后的第18天,丽莎终于同意了国王,侯赛英国王一生中经历了四次婚姻, 她没有像其他阿拉伯国王那样采用一夫多妻制,而是坚持一夫一妻制, 第一次婚姻是一场政治婚姻,妻子蒂娜来自埃及王室,两人育有一女, 但婚姻不到两年,就因为妻子对婚姻的不满而结束, 第二次婚姻持续了十年,妻子穆娜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长子阿卜杜拉是今天的国王,这段婚姻以两人之间的不合而结束, 侯赛英国王的第三次婚姻嫁给了约旦在联合国第一任大使阿丽亚的女儿, 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然后收养了一个孤独的女儿, 但阿丽亚不幸在1977年的一场空难中丧生, 当侯赛英国王还处于第三任妻子刚去世的悲痛中时, 她遇到了丽莎,并有了上述故事, 由于丽莎的美国身份和与国王的年龄差异, 许多约旦人最初对国王的婚姻持怀疑态度, 这一婚姻遭到了一些国内保守人士的反对, 为了赢得约旦人的支持, 更好地融入这个国家,丽莎改名为努尔·侯赛英, 意思是侯赛英之光,不断学习阿拉伯语, 约旦传统文化,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与此同时,她在侯赛英国王的授权下, 在约旦内部进行了改革, 侯赛英国王基金会的成立, 设计推动了多达八个机构的成立, 同时,她也关注妇女的权利保护, 并赋予贝都妇女经济权利, 同时,她还重视环境保护和贫困, 建立了中东地区第一个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 努尔还在和平种子, Seeds of Peace,和平种子, 是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教育活动组织, 但当时, 挪尔女王参与政治, 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当她支持侯赛英国王批评美国的一些措施时, 一些美国人反过来责骂她, 站在约旦。 挪尔女王也对外界做出了一些贡献, 她和美国第35任总统的妻子, 杰基·肯尼迪一样有治理的秘密, 她也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约旦在世界上的知名度, 这种强大的外交能力, 甚至让外交部感到有点不安。 她温和的治国风格, 为约旦创造了一个稳定和平的岛国形象, 也稳定了约旦作为美国盟友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名女王, 她仅仅遵循王室的传统, 承担着女王的责任。 1999年侯赛英国王去世时, 她改变了过去的妆容, 但用纯白色的面纱遮住了脸, 反复向哀悼者鞠躬, 这完全符合约旦的习俗, 作为一个安慰者, 而不是一个安慰者。 从1978年结婚到1999年, 侯赛英国王林巴埃去世, 在这段21年的婚姻中, 努尔王后一直陪伴和协助国王, 他们彼此相爱和尊重, 努尔为国王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起初, 这段不乐观的婚姻, 终于成为国王一生中最顺利的婚姻, 尽管努尔在助手眼中一直保持着冷静和明智的形象, 但他可以有序地完成任何事情。 然而, 面对国王侯的严重病情和王位继承的结果, 他可能无法像以前那样保持冷静和强大。 淋巴癌期间, 国王病情迅速恶化, 据说, 哈姆扎是侯赛英国王四次婚姻, 生下的最受宠爱的王子。 毫无疑问, 侯赛英一直把哈姆扎培养成王位继承人, 尽管哈姆扎接受过西方教育, 但他一直主要接受古典阿拉伯语教育, 这与他的哥哥阿卜杜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阿卜杜拉和他出生在英国的母亲一样说英语, 在后来的演讲中, 阿卜杜拉也尽力表现出强大的口才, 然而, 侯赛英在去世前不久改变了主意, 他担心哈姆扎太年轻, 无法接管王位, 所以他转而立长子阿卜杜拉为储君, 尽管如此, 侯赛英还是留下了遗愿, 让长子阿卜杜拉以后 把哈姆扎当王储, 由于当时宪法的限制, 国王只能指定一个兄弟或长子成为他的继承人, 人们认为这是国王送给挪儿女王的最后一份礼物, 据说, 如果国王早死一周, 他的兄弟哈桑就会成为国王, 如果他晚死一周, 哈姆扎就会成为国王, 儿子被废王储, 新国王上位后, 遵循老国王的遗愿, 将哈姆扎为王储, 但在2004年, 阿卜杜拉国王废除了哈姆扎的王储身份, 并声称, 王储的身份对哈姆扎有太多的限制, 我解除他的身份只是为了让他更自由, 随着哈姆扎王储身份的解除, 努尔王后的地位和声誉都不如以前了, 2009年, 阿卜杜拉以14岁的长子为王储, 这进一步确立了阿卜杜拉的绝对权力, 此后, 努尔王后的生活逐渐黯淡, 艾伦·米勒长期担任中东事务特使, 她说, 在侯赛因国王去世后, 努尔的一些行为并没有达到预期, 尽管国王寡妇经常失去原来的地位, 但努尔仍在努力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她仍然热衷于环境保护, 经常参加国外名人活动, 她还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公共服务奖, 如今, 努尔女王住在约旦, 美国和英国之间, 过着更自由的生活, 她是幸存者, 米勒说, 优雅, 独特, 勇敢。